各位大家晚上好 今天是2024年1月25号 白天的时候我们说 这个葡萄牙新的移民局 发了邮件通知 说即将开放家庭团局在线申办 那么他只限已经在葡萄牙的 5岁到10岁的小孩先办 这一批是先写的试点 那么等了一天也没看到出口 也没看到这个入口 登录的这个界面什么的 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这个屏幕上 这个已经开出来了 现在已经7点半了 都下班了开出来了 但是呢 我刚才试了一下 网站还不完上 那么注册以后呢 这个验证啊 还有登录啊 都还处于这个404的状态 就是这个服务不可用 就是等明天 他可能这个慢慢的把它往上了 我们可以登录 那么目前只限人已经在葡萄牙了 比如说探签签证过来 还没有办居留的 去办这个家庭团聚啊什么的 都可以啊 就是5岁到10岁之间的 5岁到10岁之间的 大家记一下 他有这个年龄断限制 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开放更多的这个范围了 我们也在收集这些客户的需求 然后把它们先准备起来 到时候全面开放的时候 就马上冲上去 把材料递交上去 越早递交呢 越早省批 那么越早团聚 祝大家这个办事啊 一切顺顺利利的 有什么疑问 大家可以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也可以在这个视频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